透过补助申请,希望能够减轻表演艺术团队的经济冲击 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国内艺文界 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实践与发展研究中心呼应文化部纾困方案 公布高东平地区表演团体行政协助与陪伴办法 并成立专案小组协助高雄、平东及台东地区的表演团体 向中央申请纾困补助 包括撰写申请计划书的辅导与建议 甚至直接派员协助处理相关的行政作业等 陪伴台湾表演艺术团体度过难关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我们就中心这边有这样的思考 就是说那我们来扮演那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就是协助团队来处理行政的这些事物 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赶快拿到纾困的相关的补助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大概有五到六个组织型的个案 现在正在处理 那也有相当多这种属于个人的 就是我们说独立的表演工作者 来跟我们询问就是说 该怎么样子去申请这一次的这个纾困补助 那因为文化部这一次的政策呢 它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进行的 所以我们目前是处理第一阶段 然后大概这阵子我们开始启动第二阶段 那除了高雄台东屏东现在目前是我们的主要的服务范围之外呢 事实上中部有一些文化行政单位也有跟我们接触 希望我们可以延展出这样的服务到中部去 文化部对于中山大学愿意善进大学社会责任 用实际的行动协助艺文团体申请纾困 且快速规划相关办法表示肯定与感谢 现阶段将串联高雄台东屏东文化局处及在地艺文协会 传达相关讯息 期望借此抛砖引玉串联联更多社会力量 与表演艺术团体齐心共度难关 史方新闻 中文环慧如校瑞丰高雄裁缝报导